那我这里有一个公案 雄机皈依 练佛立法 练佛真的是应光大师说的 练佛方能消树叶 结成智口转还仙 那天我们有个翁师姐的小孩子 以前他带来过讲堂 上帝子皈 真的我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非常的 也可以讲说非常的调皮 没有办法教 我当时碰到他我也摇头 因为这个实在太调皮了 那一天在看到他的时候 我吓一跳 因为事故一脸我没看到他 他进了手上拿记事器 跟我练阿弥陀佛 我说谁教你练这个阿弥陀佛 他说是梅仙师姑 是我们另外一位师姐 在我们这边做相机菩萨的一位 梅仙师姐 他很有耐心的带这个小孩子 终于把他刚讲的调舞过来 而且竟然那么小的小孩子 所上还拿了记事器练佛 后来我就送了很多巧克力给他们 说你太乖了 怎么突然间变成一个人 那连我都不敢相信 练佛 小孩子才十几岁的小孩子练佛 证明这个人是可以教都来的 那当时为什么教不来呢 业力深重 无名在作主 那这里讲的这个公案就是 一只雄鸡 国益三宝以后 最后竟然练佛立化 在清光系二十九年 虚印老和尚在昆明府 湖心寺闭关 有一个隐祥寺的僧人来扣关 扣关就是老和尚在闭关 他有重要事情叫寝室 那这个应该是有特别的开言 有些法师或者长老闭关 他是不见客的 护娃会挡下来 护娃会挡下来 那么他来扣关 向虚印老上报告说 这个隐祥寺里面有放生鸡一只 身体非常的肥瘦壮大 但是非常的凶物好斗 其他的鸡都被他斗了 伤到这个鸡罐 就是鸡头部那个鸡罐 那么老和尚听到以后 就请他把那只鸡抓过来 老和尚就为这只鸡 为他三规五戒 而且老和尚还叫他练佛 跟他开示 老和尚应该是有跟他开示说 哎呀你前世就这么刚强蓝话 到这一次已经变成鸡了 斗鸡了 你还这么好度诚信 我相信 西云老上应该有跟他这样讲 我们说佛陀一因说法 众生咕咕随列结 这些有修有正的高僧大德 他有这个正量 他说法会有种不可思议的感化力量 那众生都听得懂 那虚脑上跟他开示完以后 为他三规一叫他练佛 结果这只鸡很奇怪 这只斗鸡从此以后 鸡性个性开始改变 以后他就怎么样 他就不再吃这个虫了 鸡会吃虫 那他就练佛了说 这种声音出来 然后他就归一完了以后 他就每天都挥到 大殿前面的一棵树上面 在那边栖息 你有喂死他才挥下来 你没有喂死他不挥下来 而且虫死以后吃树 他不再吃虫 吃虫事实上就是杀生 那鸡喜欢吃虫 你看他一个三规以后 三规五戒以后 这个鸡都知道不杀生了 而且他还会佛佛佛 练佛的声音出来 你只要一扣钟 要做早晚课的时候 他就挥下来跟大家一起绕佛 跟大家一起共修 共修完以后都会绕佛三渣 他也会绕佛 他绕到最后面 到有一天 他经过这样 共修 跟这些大众共修了两年 共修两年 他有一天晚课 他就站着 几手 张开翅膀 拍三下 几手 就妥胎起来 然后翅膀拍三下 立化了 恋佛立化 而且好几天 姿势都没有变 他也没有倒下去 老和尚 非常地赞叹他 给他做一个勘 把他埋葬 这个跟夏连基老居士 在《无量寿经》 绘集本里面 细文的前面 也有写到这一段的故事 在《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里面 《黄念祖老居士》 写那个《无量寿经》 注解里面 有提到这一段故事 就是夏连基老居士 他在绕佛的时候 会有一只老子跟着他绕佛 然后绕完回来三渣以后 夏连基老居士会在那边 盘腿在那边止境 在那边注定 那一只老鼠 他就会绕回来以后 就会停在夏连基老居士的两个鞋子 算是居士鞋 在家居士都穿居士鞋 在两只鞋子的中间 那个老鼠会站在那里 他也大概是学夏连基老居士 也在注定止息 就有一天 夏连基老居士 积极绕佛的时候 你发现他没有跟上来 他回过头去看的时候 他已经立化了 在MD立化 跟这只鞋一样 所以你想想看 堕落到畜生道的众生 都可以练佛求生极的时间 证明佛陀说的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只因妄想之走 我不能正道 一切众生包括出生道的 包括恶鬼道的 甚至第一道众生也不例外 那我们老和尚蒋经常常在提到 帝贤老法师的弟子郭洛将 他也是立化的 他占了三天三夜 所以这只熊姬斗姬 他后来立化以后 虚脑上给他写一篇明文 他说 好斗诚信此其熊的 三观拔矣血流红 滋味奉记狂心歇 素食姑妻不害虫 两目沾两黄金像 念佛窝窝何从容 玄奘三步因然化 众生以佛将无同 今天就是因为这只斗姬 能够练佛立化往生净土 所以 虚脑上就把他当成一个出家人一样 当一个修行人一样 送一首这个明文 祭文给他 祭义给他 他说你好斗诚信 就是他无死结的喜气 不要说是他当鸡 他当人的时候都好斗诚信 喜欢逞凶斗狠的 就像我们现在讲的不良帮派的 不良少年 喜欢逞凶斗狠 像我前几天看到电视报导 我们这边有一个人 我们这边有一个人 半裂出来 好像是精神师长 拿了棍子看到人就砍 看到人就打 跟斗鸡一样 好斗成性 刺激凶 三观拔鱼血流 你斗的其他肌都是蛮 头部都是血 智慧 禅宗里面讲 狂心歇 歇济菩提 我们众生就是因为狂心放不下来 狂妄的心 我们的妄心没有办法放下来 妄心一放下来 真心就显现 因为我们现在众生内 就是真妄合合 这一个比喻 我们的真心就像阳光 妄心就像乌云 乌云把阳光葬了住的 阳光在不在 阳光在 他没有离开 所以心经里面讲 不正不见 不过不见 不生不昧 本质句子 何其是本质句子 本质清净 那么修行呢 就是把这个乌云推开 三路道的众生呢 暗到没有办法见到日夜 阳光 然后法师的比喻是 戴着个很深的墨镜 在大白天在马路上走 完全像黑夜一样 三三道的众生 还可以 但是也是朦胧 看不到 不知道处理三界 三圣法界的众生 比如说 罗汉 彼兹佛 菩萨 他们就比较淡 就有点像白云 藏住阳光一样 我们众生呢 就像 完全是 污天暗地的黑云 藏住阳光 那菩萨呢 更为戏了 是薄薄的白云 藏住那个阳光 佛内就近圆满 破一瓶根本无名 白云 乌云全部退开 恢复本性的光明 我们说 父母卫生前本来没目 这个就是这里讲 狂心血血迹不停 这次居内开始吃素食 他说素食姑妻不害虫 他不再杀身了 两目沾两黄金像 鸡也有见闻截肢 他也会沾两黄金像 黄金像是 佛的三十欧像 八十学性好 两目沾两黄金像 恋佛乌乎从容 这次斗鸡要往生前 翅膀派三下 恋佛乌乌三生 六基都可以来 能够化解他的这个刚强 最后能够往生基督世界 何况是人 万物之灵的人